音樂 大家好,我是潘子豐 我是林映偉 基近30安排了一系列工作方備 參加者感受飢餓和貧窮 參加者有什麼體會? 有月行同大家去聊過 基近營已經進行了一天一夜 參加者都有不同的得著 我覺得最難忘的是 昨天在一個工作坊裡 體驗到這些貧窮國家 例如在農田工作 或者養殖場工作 在這麽惡劣的天氣 又或者在這麽貧窮的 他們自己的國家工作 是多麽辛苦 其實自己身處在香港很幸福 我會更加珍惜現在 還有用自己的力量 可以幫助更加多有需要的人 去年柬埔寨考察團的參加者 都對昨天的工作坊有所反思 會覺得其實是 我們以為有選擇 希望有更加好的一個出路 但有時其實對當地人來說 未必是 這個是我覺得 因為本身是貧窮的國家的人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都沒有這個選擇 不同我們其實在一個 發展的很好的城市裏面 基本上其實我們的選擇會很多 這是我覺得值得反思一下 亦有參加者表示 來年會繼續參加基緊營 M21news記者 邱月行報道 在第三世界的國家 沒有鞋雀的情況很普遍 所以基緊營其中一個主題 就是要參加者體驗赤腳行走 由何家衛報道 基緊三十 除了讓營友在這三十個小時內 去感受第三世界飢餓的狀況以外 宣明會也設計了一系列的活動 我沒有這個就是 你愛你 風對 你愛你 我們不喜歡 就是以為 今晚要留著殘蹼 但你們不怕骯髒嗎 那個人本身也要骯髒 宣明會鼓勵營友營會期間 不要著蟹 有不少參加者都說很不習慣 因為昨天下雨,整個地上都很骯髒 可能整個腳都是泥 跟平時很不同 我覺得很慘,因為平時這麼熱的天氣 你怎會先赤腳走到 而且如果冷的話,你也不會上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做多些鞋子 但他們都覺得這樣可以體會到第三世界的生活 更加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東西 不穿鞋是一個挺好的體驗的途徑 好像近一些國家的人 不單止參加者,有部分幫忙的工作人員 都會和他們一起赤腳走入貧窮 因為我們本身都鼓勵同事一起穿鞋 和營友一起體驗 所以我自己都希望和營友一起做同一件事情 在世界上有三億人,因貧窮而沒有鞋子 宣明會希望透過赤足行 讓參加者了解貧窮地區的生活 M21news記者何家衛報導 幾緊營,除了有一班營友 還有不少義工在現場當值 沒錯,他們分別在不同的崗位工作 為營會出一分力 由吳永恩帶我們去看看 義工Leo在2014年去過柬埔寨的基金割策團 探訪一個家庭 屋主因為無能力工作要以螞蟻衝擊 令Leo對生活有另一種煩思 可以感受到甚麼叫絕望 在香港你經常說 說不到Dead Line很絕望 被Poessor肥佬很絕望 考試沒有運輸很絕望 但當地的絕望是 我過不過到明天呢? 我的食物究竟能不能吃到明天呢? 曾經參加過11次基緊30的Heidi 今年都參加了這個考察團 這次的經歷令她有新的感悟 如果我們不去幫他們 究竟他們有沒有機會去接受教育 因為沒有機會接受教育 其實他們很多事都做不到 現場還有不少義工 在不同的崗位當席 他們說在活動當中擔任義工 對於活動推行非常重要 因為大家知道慈善活動 其實每個人都是自快去參與 我們都是自殺來幫忙 要不然就可能維持秩序 或者遊戲的流程 都沒有人會幫忙 沒有人會想 其實那個使命就是希望 以後不用急緊 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我們都會回來 因為我們想把訊息 其實可能我們自己最多 我自己都是30個小時不吃東西 但是可能在很遠的地方 他們根本有很多 30個小時都沒有東西吃 在一年之內 我希望把這個訊息 帶給身邊所有的朋友 今年大會大約安排了 750位義工在場內協助 主要是負責人流控制 工作坊活動推行 以及物資派發等等 M21news記者吳永恩報道 幾近30來到第二天 參加者已經二十幾個小時沒有吃東西了 是啊 有人覺得機寒加迫 但是很有意義 關手庭去了解過 經過了一晚的機我體驗 參加者有不同的感受 昨晚我們睡看台的時候 經歷都挺好 因為又冷又又沒有吃東西 機寒加迫 我們終於明白到這個道理 我們這些組員都挺餓的 但是之後都會發現 其實今次只是30個小時 給我們體驗是不應該吃東西 要嘗試肌肉的感覺 才會明白 即是一些比較貧窮國家的人 是怎樣生活 今次經我體驗 參加者學到些什麼呢 我這麼幸福 在香港擁有這麼多東西 我只不過是闊30個小時過來 第三世界的人 他們很努力 但是那個環境 算是多麼努力 他們都得不到應有的東西 其實那一刻很觸動到我 參加者除了身體力行 體會飢餓感 他們所籌得的款項 亦會幫助飢餓人口 獲得穩定的糧食保障 M21news記者關壽亭報道 影韋呀 飢餓30個小時之後 參加者就可以吃東西了 那可不可以馬上大飲大食呢 我們就跟營養師談過 他建議大家不要吃這麼油膩的東西 最好就是吃三文治 或者粥粉麵這些輕食 由張家敏帶我們去了解一下 空著肚子30個小時 參加者完了活動最想吃嗎 會吃很多東西 真的很餓 我要吃乾炒牛河 我想吃放題 也是 也有參加者想吃得輕便些 去餐廳吃那些小小的食物 例如炒飯那些菜 有營養師提醒參加者 設計即時大飲大食 活動員都會開心 整班人可能會去慶祝 或者大飲大食 其實這一點要避忌些 餓完之後 其實我們的血糖 會容易比較波幅 所以大飲大食飲食的話 會影響身體的血糖 尤其是如果有糖尿病的人 都要多加留意 那吃些甚麼才最適合 都是吃得比較沒有那麼油膩 還有比較輕盈一點的食物 譬如是一些三文治 或者是竹粉麵 那些都會比較好一點的 如果是餓完一段時間 然後真的太餓 其實可以自己攜帶一隻香蕉 因為香蕉可以立即給到 那個炭素化合物給身體所需 營養師又說 如果流汗多 或者移動較多 就要喝點便解質飲品 補充身體的水份和格質 M20 News記者張家文報導 距離幾近三十元結 還有少許時間 請各位營友繼續支持下去 再會